在港中央计划第二科课程 在隔离老师胡锋才创业之下 是在进行创业发行 一条乎计划过的范围 是在电梯第二十字组的活动 还先是透过风担 举头联储订点的方式 来探讨和解决地方的计划 在港中央计划老师胡总裁创业发行 以乎计划过的范围 还先以传统分为学术研究 像是外华丁座白 结合100公余计划第二科探究 从事作丁业调查课程 丁举实地科课 那他们平常甚至是他的爸爸妈妈 可能会遇到哪些问题 然后来进行我们的研究目的 那甚至他们可能最后 透过问卷跟联署的方式 然后跟我们的店家观光客做配合 然后收集整个的资料 完成今天的地理时长 在港学生以问更方便的方式 收集观光项团 社区居民 观光客丁地团的声音 又提供给中西区民以代表向理党参考 大家社会参与目标 我们可以深入各个小项 然后我们可以去访问各个居民 可能填个问卷 然后什么 然后可以跟当地的居民聊天 然后了解说他们最真实的感受 这是我们从课本所学不到的 核心以空谣乎中相框的旧边环境为例 提出交通 行人路况的问题 以往蔡总好在北前来 跟核心民对民探讨提供建议 看着点已经是非常到位了 第一个他已经点出停车 第二个他还点出行人路权 第三他还点出这个违规的事项 那违规他也不是只有单纯讲违规 他有提出他的建议的方向 就是在我们的开山路那边 要强化这个标识 这我觉得是非常棒的活动 核心经过是各位努力 终于完成第二实质 相当不简单 提供中二基础 研究成果当中 也包含影响发展目标 SDGs 希望这游戒课定 增加核心的任务有所用 同时大家社会参加目标 既然参应和中西区彩虹报道